With you I can be sad with you 看看這裏 這裏有個巢皮的瓜仔 這個看來應該是受粉不到 因為我們沒有留意它 它自己不能夠成功受粉 所以現在它就開始借了 不知為何我們留意不到它 另外一邊也有一隻 這兩隻豬都是一樣 也沒有受粉 所以它就生不到 看來應該也不行 可惜可惜 再等它長長一點 有另一隻瓜 就應該會再試一下 我們留意一下這兩棵 遲些再做人工受粉 早安各位 我是Alan 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 上一集有說到我們 將南瓜受粉 隔了這麼久 我們看看它生成怎樣 好嗎 找回它 在這裏 現在已經很大了 你看看 看不見到 用手做個比例看看 手掌拿起來這麼大 這麼大 生得很結實 很健康 葉子比較小 我們先把它放在這裏 繼續讓它生成怎樣 希望它快高長大 看完這隻小的 我們拿大的看看 好嗎 大那隻已經很成熟 可以窄 我們過去看看 你看看 大家看到這個 葉子已經開始乾了 還有條框都已經很木的了 木質化了 還有瓜本身都已經很黃 我們收了它 好嗎 曬得多它就會變成這個顏色 登登 這裏可以吃很多餐了 南瓜非常容易種 也很有營養價值 味道也非常之好 厚園有地方的話就試試種吧 好了 開始動工做我的Herbs Garden 其實已經累積了上一次經驗 我之前打算做一個 好像在之前學農夫班 看到的螺旋形 但我發現失敗 我現在就try and error 再試另一款 另一款 我用這個Garden Deck 把它割開六塊 然後我上次得出的經驗 就是我這個位置是很曬的 所以我一定要選 一定要精選一些 耐曬的Herbs來種 所以在今次我選了幾款 幾款有耐曬 不怕曬死 而且它是很粗生的 包括有什麼呢 就是有九層塔 另外就是Rosemary 還有就是左手香 另外我除了做這三種Herbs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Mint Mint 原來是可以分有很多不同種的Mint 我今次買了兩款 叫做Apple Mint 和Pepper Mint 這兩種Mint 味道都不一樣 薄荷 其實是很多種的 所以我買了兩種 Mint 是很耐曬的 它也是很粗生的 所以我又種了這兩款 再加一種 就是我會種花 就是種秋海棠 秋海棠 也是很耐曬的 所以我就在這個Herbs Garden 既種香草又種花 看看今次的效果如何 現在首先當然要找我老公來幫忙 因為他是一個花泥專家 我就靠他幫我花泥 兼且我會將他隔開一些Partition 其實一邊說一邊說 他已經在做了 好 看看他做成怎樣 好了 他就幫我用這些磚塊 就隔開了一間間房 我們劏房 今次是做劏房的工作 其實呢 左邊這個 我已經種了 因為上次清了這個 Garden Bag 其實我撿了幾棵九層塔 很快就出根了 現在我放下去 它已經是絕狀成長了 所以就直接放下去了 在這裡順便說一下 我準備了的Plant 準備種下去是甚麼 剛才說了 這個是Apple Mint 我都說我是一個植物急救師 急救師 這個也是在Bundings買 兩元 這一棵是海棠花 兩元 原先是十個十一元 現在它就死了 所以就買了它 所以我就拿來種 這個Apple Mint 又是就死的 這棵一元 這個 Paple Mint 又是就死的 一元 Rosemary 就很難拿到就死的了 因為它實際 好難死 好難死 所以這個是原價買 原價買四個幾 這棵 Rosemary 好香 好香 我很喜歡一些 好香的 好香的 那我就來了 種它下去了 這盆左手香 又是快不行的 這次這個Herbs Garden 專門選一些快不行的 那些 看我可不可以 令它們起死回生 好 現在動工 開球 搞定了 先加點泥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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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湯 油 适合 油 嘖 洗 螃蟹 露 大功告成, 看看稍後會生成怎樣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